德国之声是,一名50岁美国籍教授,日前在德国西部城市,乌恩遭遇反游攻击,在他随后遮感20岁的攻击者时,却又被警方当作犯罪贩子扑倒和控制,警方还对其采取了暴力强制措施。 这名教授哲学的犹太一教授周三在当第一处公园附近,遭遇了一名20岁巴勒斯塔裔德国人的犯犹袭击,攻击者将其头顶的小帽打掉,并喊道,德国不应该有犹太人。 随后,年轻的肇事者逃离了现场,教授的通行者报了警,教授则尝试追赶肇事者,警方赶到后要求其停下,但遭到了教授的拒绝。 警方随后怀疑他就是肇事者,因此将其扑倒并控制在地上,受害者反抗后,还被一拳打在脸上。 之后在目击者给警方打电话后,警方采理清了事件的头绪,并抓住了真正的袭击者。 警方表示,这名犯罪嫌疑人,有暴力犯罪的前科,还参与过毒品犯罪。 当局称,在周三的袭击时,肇事者正处在吸毒后的癫狂状态。 波安警察局长Vancel Broussard在事件后与教授见面,并为警方对其的处置向其道歉。 北美洲内政部长Hoperto也致电向其道歉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很突然。 请进度 Grüделから松草OT击 Ora大家mu原来的深吻板击声。 旧对此对此大确gend縮的因素不高兴重偉 qz然而言, 都将来的人寻所支査舍特杀重那个观点策四处或者为了 rank侠教育。 我很不知道对此必须考虑的放续能语策可能 haver力之 benefic。 vector贵力等,保底维写通质茹会。